現在柯文哲從文哲大 現在怎麼又變成國昌2.0了呢 不過我們說他這件事情 會燃燒開來 好像跟我們的這個 大家戲稱民眾黨考季會主委 4X貓貓貓有關 貓貓聽說你今天跑到新竹去了 你看到什麼 是這樣的啦 我要先說一下 我要先澄清一下 因為其實這件事就是 我其實前陣子就知道了 因為我就這陣子一直看那個 台灣民眾黨他們的那個直播 那剛好有一集直播 有拍到柯媽媽他們家的門 那我就無聊就搜尋一下 然後看一下他家門牌 然後附近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那我不小心把鏡頭拉遠了一點 就看到屋頂怪怪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 這樣子算不算違建 我會覺得看起來欣欣的 而且感覺怪怪的 好 所以我就給他截圖下來 那截圖下來我也沒有特別講 因為我講說 那一家客媽媽年紀大了 不要欺負人家 所以我就截圖下來 然後之後我在網路上面 就跟人家閒聊 我沒有發文 我就在那個下面留言 跟人家閒聊說 柯媽媽家的屋頂是這樣子 結果那個誰 友台 某友台就是那個沒有那種 不講武德 昨天就去爆料 昨天就是現場採訪 結果採訪比我想像中的還多 就除了那個屋頂以外 旁邊據說那個防火像 好像也是有問題 對 好像說整個給他封起來 那報導完 友台報導完之後 那個柯媽媽她也是講說 如果有違法就拆掉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想說那我今天一大早 就是現場 我就想說 如果真的有違法要拆掉 那以後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先去現場 就是今天一大早去拍個照片 就只有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一開始沒有要打這題 對不對 了解 不過這件事情 確實現在已經延燒開來了 剛剛貓貓確實有提到 除了說這個最上面的那一層 是違建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被發現說其實在旁邊有一個防火牆 在這邊裝了一個這個鐵柵欄 其實這看起來目前判定 有沒有可能也是一個違建呢 因為有律師說 你把防火牆全部都堵住了 會不會涉嫌公共危險罪 那當然今天很多的記者媒體都很關心 就跑去這個 柯文哲的老家去關心一下 柯媽媽在今天感覺 情緒波動就比較大一些 來看一下 我三十幾年就沒人來跟我說了 我兩個 安分收益 不把你做什麼第一次 我沒有拆 給他來拆 你來拆 你如果說我 沒有學法 你來拆 你來拆 所以你來拆 沒關係 看他要怎麼走 好 剛才聽到柯媽媽說 他不要拆 要拆你們新竹市府自己來拆 一直叫高雄安 趕快來拆的意思嗎 好 不過我們說到現在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那包括剛剛柯媽媽也哭了 不過現在很多網友就說 其實大家不是要針對柯媽媽 而是說過去柯文哲 其實他對於這個違建 其實他自己是非常討厭這樣子的行為 他當初就說過了很多話 來看一下柯文哲曾經說過什麼 柯文哲曾經說 違建是國家的恥辱 他話講得很重 在二零一五年講得更 四月一號是他直接說 從現在起所有新的違建 我就是絕對給你死 給你死 好 不過怎麼發現自己家 竟然違建了呢 益川哥這樣子 這個臉打得有點痛 這個媽媽當時 PO那張照片的時候 因為我也沒有理他 因為柯文哲怎麼可能蓋違建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想說那時候媽媽 可能去不到金 拍錯間 結果後來一查 真的是 一個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後面電機官不要說 以免那裡成為景點 這個弄了之後 其實我們回去看 這個違建在蓋的時候 今天那個民眾黨的發言人也說 是在二零一八年的二月 柯文哲講說 違建是國家的恥辱 是在二零一五年 他說現在起所有新的違建 絕對讓你死 那個也是二零一五年 那時候違建還沒蓋 他講這句話說 違建還沒蓋 他從那天開始 柯文哲就不會回到新竹樓 為什麼 因為他樓上在蓋 樓上在蓋 二零一八年二月前 蓋的時候 柯文哲回到完全不知道 上面在蓋 他媽媽說在蓋的時候 柯文哲 可能比較不知道 柯文哲今天說 很忙 在忙台北市中 所以回去都一一樓而已 也不知道上面在蓋違建 柯媽媽認為上面的違建 他拍什麼 這我沒意見 他說防火箱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能蓋 這我也沒意見 我們地方很多黑馬桑 很多黑衣桑 家人這裡打一個 打一個 這個防火箱 打一個廚房 放一個家廚 放一個什麼東西 這社會的都會認同 不是說認同 就是說不會去追究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柯文哲你不可以不知道 因為柯文哲你當然是 2015年在台北市中搶的時候 搶台北市中的違建的時候 那民調全多高 七千八千 說阿伯很讚 阿伯很有魄力 台北的違建 真是要拆 台北就是沒有阿伯這種市長 喔 當然是很強 說了過兩年 你怎麼在蓋違建 現在在蓋違建 好 現在事情出來了 柯媽媽說的 我都有辦法認同 同意就是說 他真的不知道 他要拍一張衣服而已 柯文哲你現在所有的發言 正在建立一個標準 法理情的標準 在法上 這件事是不備容忍的 像說的防火象 我更正一下 我幫柯媽媽更正一下 那個鐵門不是柯媽媽的 鐵門是隔壁的 那道圍牆 那道圍牆是柯媽媽用的 柯媽媽說要分一個內窩 那個防火象是柯家站一半 隔壁站一半 隔壁的用鐵窗 鐵門圍起來 柯媽媽用圍牆圍起來 他才能夠跟隔壁有一個區隔 可是那裡有一半的防火象 就是被柯媽媽 他們把他圍起來 前後不通 所以那條一定會被打通 至於頂樓那個違建 因為說他拍殺 我覺得是這樣 這條題就是柯文哲 你現在所有講的標準 你接下來做的動作 對你老家做的這些動作 台灣人怎麼看 因為你認同你做總統 你如果說這個防火象 這樣呼呼的都沒有事 這樣全台灣這個防火象 現在就這樣越來越好 你是台北七天騎防火象 那個住戶就會出來抗議 所以防火象的事情是 沒有可以容忍的空間 柯文哲你必須表態 因為不會也不會去台灣 你也不是新竹市長 九王我們現在又是日本的油浪 去找淘汰人 對不對 你要拍賣照 要在考察 拍賣照 你還去逛老街拍賣照 漂亮還可愛 還三個三個大 那個水護是誰 那個怎麼這麼漂亮 都在無責 九王我們要拜五天 才會有資料回來 所以柯文哲你做幾天 趕快把握機會 把這條題做 你不可以 人家說你國昌二點零 還有人說你是延寬恆 新竹延寬恆 你就要比寬恆三點零 這很複雜的 所以拜六節 你就趕快用這個方法 把這個不要再給柯媽媽出來說 柯媽媽的心情 我都拿回 當時他要帶那個 要拍什麼 這都沒辦法了解 可是柯文哲 你是要選總統的人 這件事情 你必須講清楚 好 確實柯文哲 現在大家都在看他的反應 他會不會自己說 好 我們就是違建 我們自己趕快拆 可是剛剛柯媽媽又說 我們不要拆 要拆你們自己來拆 不過現在很多網友 很關心保證 剛剛有網友Invincible 我就說民眾黨的發言人 真心難當 說真的 最近問題好多 那精彩好球衛說 保證加油 保證保證 保證 大家都在等你的回應 好 謝謝 我現在說 我覺得貓貓真的是 一人督民眾黨 是不是一身督民眾黨 剛剛還在跟貓貓說 為什麼貓貓 對民眾黨特別有關心這樣子 想說 既然這麼無聊 也可以監督一下民進黨 好 我先講 但我覺得真的是就事論事 其實剛剛就像這個益川老師 有提到的 就是防火箱那個鐵門 的確並不是客家這邊來做安裝 但是那個曬衣場的話 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寄存在那 但後續的確也是有做了一個 診件跟診修 所以現在的話 就是像剛剛包含志函這邊有提到 或是柯媽媽這邊提到的 那我覺得就是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如果最後真的 竹市府這邊 他們來做了這個勘察 然後發現到 他真的在規定上面 屬於違建的話 那該拆就拆 對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就趕快去辦 對 按照這個標準 台北市 台北市在原來的違建上面 去蓋了一個新的違建 台北市政府是要拆 你當過台北市的副發言人嗎 在舊的違建上面 蓋一個新的違建 那就是違建 在台北市就是要拆 不用問新竹市 因為柯文哲 做過台北市的 陳志涵嘛 做過發言人 他都知道台北市的規定 用台北市的規定來用就好了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尊重竹市府那邊的一個決定 因為我覺得畢竟你是在新竹那邊嘛 那我覺得現在竹市府 他們的一個態度也很明確了 反正就是如果他們到現場 然後發現勘察之後 真的屬於違建 屬於違章建築的話 那你該猜就猜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覺得就是也不用特別的去擴大解釋說 因為我覺得柯主席 他的確對於違章建築這件事情 他過去是有比較這個激烈的一個發言 我覺得一個非常態度 非常明確的一個發言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要跟當時你要去做一個比對的話 那我覺得你要延續那樣子的一個態度 那包含在自己家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樣的一個態度 好 感覺寶貞 你剛剛說話怎麼有點有氣無力 在說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啦 不過大家就在看嘛 你到底要不要處理呢 因為你剛剛也說了 柯P過去對於這個違建 他確實他態度就是很強硬 我們再大方補充一下 在二零二年的時候 這北市明年元旦起 違建就禁止修繕 柯文哲在卸任前才出眾手喔 說私製修繕就優先報拆 好 那他在任內 他也是拆除了三萬多件啦 看起來他就是對於這違建 他就是不停的出眾手 也讓大家覺得這真的很讚 要來維護市容 也維護市民的安全 可是怎麼自己就優先犯規了呢 來問一下靖妍 怎麼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是另類的雙標 講真的這個大家網友留言 都很激烈喔 我在看這個講說因為 我們財寶老公穿喔 今天坐在我們保證的旁 所以說炮火沒有那麼猛烈喔 真的嗎 真的 昨天這個喔 剛才貓貓說那個 昨天友台的這個節目 我供逢其聖就在裡面聽了 但是講真的大家去看這個 旁邊這個防火箱 這個確實啊 這個有消防的疑慮 這個確實是要趕快去處理 那至於說這個屋頂 講真的 大家看到老人家 剛剛柯媽媽都出來都流淚 講真的我們看了也有點於心不忍 但確實過去柯文哲主席 他自己是這個對於違建 是飢餓如愁的 他怎麼講 剛才這個乃余有幫大家繡手板 所以說今天因為柯文哲 你要參選總統 這件事情才被拿出來放大解釋 那我覺得柯媽媽過去 他當然是很保護自己的小孩 但今天因為柯文哲要選總統 我覺得避免被大家再多做文章 如果這個當然是繼承違建的話 我們都知道繼承違建的話 現在反正就是排拆嘛 然後緩拆嘛 但如果他是在近年才裝上去的話 那確實就有問題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句話柯文哲最常講最愛講 那現在能不能用同樣的標準來看自己 我覺得最近當然他被大家攻擊很多 明早被大家攻擊什麼 藍黑又染黃等等這一些的 然後過去講說什麼藍綠對不對 垃圾不分藍綠 那同樣的標準能不能夠用來檢視自己 我覺得柯文哲過去有很高的年輕人支持度 是來自於說他把道德標準拉得很高 然後講說他可以做得比別人好 可是現在慢慢開始被大家拉進說 有一些可能你做得沒有那麼好 甚至是比藍綠都還要差的時候 會影響年輕人對你的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首先先從自己做起 家裡如果真的有違建 這個真的是違建 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該猜就猜 那黨員如果被大家有質疑有問題 我覺得幹部應該也全部要清查 那黨員的入退黨辦法 是不是要相對的去做修正 包含說像國民黨在黨章裡面 本來就有相關的規定 然後民進黨在今年 他們也把這個選爸爸也重新修訂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各黨都應該 因應時事去做調整 那講真的因為這個大人們 現在還在努力談整合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幫民眾黨多講一點話好不好 我們陳寶阿龍寬 拜託這個也要欺負我們寶珍 憶賞哥今天真的很客氣耶 真的嗎 對啊 你今天火力好像剪得太弱一點 這樣不行 今天是這樣啦 就是說因為 我只要只要確定就是說 因為柯媽媽啦 因為不可以怪柯媽媽 因為柯媽媽這個年紀的人 多少上面蓋了 這個防火象蓋一些肚膀 這是我們地方很順利的啦 所以他說柯文哲 因為你自己嘴笑啦 你就要跟他搶啦 你在搶的同時你們家也不會蓋的啦 現在出事情了 還什麼 什麼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就趕快去辦啊 對啊 那柯媽媽我沒有 柯媽媽還出來說 你給我聽聽看 這條就嚴重了 他說你來猜 你來猜 我沒自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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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不知道 又怎麼灰就對了 所以柯文哲你的態度要講清楚 柯文哲今天有出來講的比較軟一點啦 他說我真的忙於施政啦 我真的 還沒回去 還沒去頂端看 柯文哲你回去處理 你們家在輕輕輕輕輕 你都不知道 還是等你回去的時候都輕功 都輕功 跟柯文哲走後就開始輕輕輕輕 柯文哲自己說的 失智修善是違法的嘛 就是說你在違建上面失智修善是違法 所以我們台北市有很多頂樓加蓋 我們有那個台北市 很多上班族去搭在頂樓好不好 去頂樓 去做一間差不多 一個月一萬塊那種的 那如果流水什麼 房東只要要動手修善 隔壁就減育了 所以很多這種的 所以柯文哲都不准人家在 這個違建上面去修善 叫你們家自己在摸這條 柯文哲這條我就說 這條你就出來打 說這個我們就自己聽到 這事情風波就沒有了 你如果要繼續嘴又繼續笑 這件事情 每天都會有人給你看 因為你正在建立一個典範 好 剛剛有網友A追斗內 他說保真先一敗 拱川勝利 恭喜恭喜 恭喜一聖 不過我們也要問一下 世修哥啦 世修哥做事都是很明快嘛 節奏很快 那想要問一下 你怎麼看柯文哲 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 今天還讓柯媽媽出來還哭了 確實老人家有時候規則 就是比較規則比較不懂 那現在發生這件事情呢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柯主席 你知道剛剛我在看他們兩個在吵架 你知道我剛剛在 你剛剛看我這樣一直在那邊想對不對 剛剛靜姐有帶到我在想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如果今天我選總統 然後我媽的房子 突然有一個鐵皮違建 我要怎麼講 我想來去說該猜就猜啊 大義滅親 對 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 就是你還去討論說這個鐵皮 它的規格是什麼 路進來門怎麼樣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太細了啦 其實就是很明確就一個 這個東西該猜不猜 該猜 該猜就猜啊 就算是自己的媽媽 我跟媽媽說一下啦 真的 這就違法了 沒辦法嘛 就要聽到嘛 我不管我媽怎麼哭啦 我就是要負責任說服她 那我對外的社會責任就是依法執行 該怎麼就怎麼做 那雙標的部分 因為過去柯主席 對於這個違建 他喊出很多次的 就是要出眾手來遏止 可是他自己發現 那麼久了他都沒有發現嗎 柯媽媽說那是哪一亮衣服的 所以柯文哲回家都不清楚 其實我不覺得他雙標 因為很多這種老舊住宅 他這些相關的建啊 或是說多一塊什麼的 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違建 因為相關的建築法規 因為前幾年 我們在做一些政策什麼的 我們還真的碰過 土地法規建築法規非常之複雜 說真的 那時候連我都沒有辦法摸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可能已經 寄存違建了可能二三十年 然後突然有一天 那可能是公務員來勘查 或是有人去檢舉 才發現說你這個是違建喔 我這裡住三十年啊 這違建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但我就不敢 你還說我家要拆掉 我當然也不敢啊 所以柯媽媽就哭了嘛 可是如果他是可能 最近啊 去年啊 我想說啊 我就來偷吃包一個 去一個違建 那當然是不對 那就得譴責 你們也可以划很大的篇幅 就說你就是貪小便宜 可是如果說 他是一個寄存很久的 然後突然有一天被發現說 原來那是違建喔 但是我就不敢啊 你不要聽 我覺得人之常情啊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除非他今天 現在柯文哲跟你說 我明明知道那是違建 但是我覺得說 要告就來啊 要拆就來啊 我就跟你拚啊 除非柯文哲是這樣講啦 那我們就可以來逗他嘛 可是柯文哲今天沒有這樣講嘛 所以我不覺得這有雙標喔